高欣欣,李国超!相恋13年,陪对方走过离婚,陪对方一起练国标,老了才知道简单的爱,最实在啊! 48岁演员高欣欣日前录《命运好好玩》,节目上她透露自己是个性很独立的女强人,且加上多年前到占60万,让她从此更谨慎,她说 如果说取到我有什么好的,那就是我真的很独立,别人都不用管我会自己好好的 不过是金鱼李国超未婚,原来是上段感情伤痛有阴影 对次高欣欣受访表示,其实约五年前李国超曾问,愿不愿意定下来与她一起登记 高欣欣欣说,我没有正面回答她,觉得那时还好好的,没想太多,后来她也没多问 至今两人已交往十三年,高欣欣也不担心没生,因李国超与前妻刘静已有女儿理由,她急赞 很聪明,今年也考上国立大学 目前高欣欣最新于国标舞,李国超也支持她跳,碍于出过车祸,无法下海陪标舞 但至今高欣欣遭某段感情伤很深,导致她不愿往前一步结婚,她说 之前那一段我一度有动心,但后来慢慢看清楚觉得不可靠 因为所有都来自家里资助,叫我不要拍戏抛头露面,可是又说不出一个让我安心的感觉 高欣欣与经纪人林娇娇为钱闹翻,扯出李国超背后搞鬼 甚至被指高欣欣,李国超大搞步了恋 听闻此言,李国超气得抓谎,不忍高欣欣背负第三者罪名 昨天她大爆自己年初已和老婆,中国北京小姐刘静离婚消息,结束九年婚姻 李国超今年初结束婚姻 入行二十年,李国超向来低调,日前她被目睹和高欣欣同游韩国,致医院探望朋友 几度被指两人搞婚外情,李国超始终三肩其口 直到这次高欣欣欣经纪人林娇娇因片酬用金谈不拢,而被牵扯进来,李国超才发火 逼得她大喊,我是单身汉,早已经离婚了 离婚的原因,李国超说,两岸婚姻维系本不易 她与前妻留进台湾、上海分隔两地,结婚九年 真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只有三年 加上刘靖工作企图心强,无法专心带在家照顾小孩 前年,她与刘靖口头协议分居,今年年初才正式签字离婚 高欣欣澄清不是第三者 现在李国超一个五岁女儿跟住前妻在上海 她每个月赡养被照妇,正想努力工作 却因被卷入高欣欣与经纪人的纠纷中 李国超气的冒烟,她说 离婚的事,没什么好说,我本来也不想说 和高欣欣之间,就是很好的朋友 但我不愿害人家,只高欣欣,被说成是第三者,不公平 悲第三者,黑锅鼠月,高欣欣在黑猫大吕设棚内表示 早已知道李国超离婚 但澄清主因不在她,两人情意将来会如何,没有人会知道 针对李国超说法,林娇娇截至目前为止仍无回应 高欣欣,台湾女演员 22岁出道,人生第一部戏为中是黄金新贵族 而第一部八点荡为华是我爱我妻我爱子 2005年移民室以南望入围第四世界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